在西藏 山顶上的修行者一生不离开他们的修行地 那他们是如何解决食物的问题的呢 一个小伙千里迢迢来给这些修行者送食物 当他来到一个冥想屋前 一位修行者从里面走出来 双手合十 充满感激地接过食物 他很想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但是他不能说话 因为他正在进行静修 这期间是不允许说话的 这位来自拉萨的年轻小伙 名叫吉姆扬 这一天 他来到商店里买了几袋食物 然后驱车两个小时前往清浦修行地 清浦修行地是西藏著名的修行圣地 在山上有很多苦修者在那里潜心修行 据说在清浦修行 念一遍六字真言 胜过别处念百遍 修行一天 功德胜过别处修行一年 这里曾经有108座修行山洞 108座天葬台和108处神泉 修行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得到高僧 即使是现在 108个洞穴依然没有一个是空的 甚至由于洞穴不够 有些修行者就在外面搭起了简易的棚子 在清浦修行地的山脚下 有一座寺庙 寺庙里有商店 吉姆在商店里买了几瓶饮料 并在餐馆里吃了午饭 然后就开始往山上走去 要走到山顶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 在路上 他看到一种可以食用的花 这种花漫山遍野都是 据说吃了对身体健康有益 清浦修行地也被称为修行者的绿色公园 除了鸟叫声外 几乎没有别的声音 来朝圣或供养的人 也都会自觉保持安静 因为他们知道 有很多修行者在冥想 在这里 很多人一声冥想 一声修行 从来不离开这里 吉姆走到半山腰 就发现有几个简易的棚子 这些棚子都是用木料 铁皮和布料为之而成 高度只有差不多一个人的高度 吉姆不确定里面有没有人 他向里面打了招呼 然后从里面走出一位女修行者 这位女修行者看到有人来供养 尽管不能说话 但他的双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份供养不仅可以满足他的生活所需 更是对他修行道路的支持和鼓励 吉姆继续往上走 又发现一处冥想屋 但是门是锁着的 他不想打扰里面的人 因此他把食物丢进里面 然后安静地走开 没走几步 他又发现有修行者 他将手中的食物也送给他 在路上 吉姆发现也有其他前来供养的人 这两位女子表示 他们的一位表姐已经在山上修行一年多 他们这次特地来给他供养 由于蔬菜太重 他们就将其放在了山脚下的寺庙 只带一些轻便的食物上山 吉姆发现 前方有一个背着一袋大米的信徒 尽管背着上山很累 但是阻止不了他虔诚的供养的决心 没走多远 吉姆又来到一个冥想屋面前 里面走出来一个女修行者 满脸感激地接过食物 但也是没有说话 当来到那些锁门的冥想屋时 吉姆就悄悄把食物放在门口 然后悄悄地离开 很难想象 那些修行者就是在这些冥想屋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这些冥想屋点缀在清土修行地的山间 虽然极为简陋 却承载着无数修行者的信仰与决心 由于路上的冥想屋太多了 吉姆难以逐一去供养 只能随机选择 在路上 吉姆还发现了一位不认识字的女修行者 她请吉姆帮她翻译字条上的内容 字条上写着 请将这张纸条留在天葬台上 这里就是这样 认识字的修行者看经书 不识字的修行者就念六字真言 随着越往上走 吉姆就变得越来越累 她来到一个冥想屋前 一个女修行者出来迎接她 当她知道这位女修行和她的奶奶在里面一起修行时 她把另外一袋食物也给这位女修行者 女修行者邀请吉姆到屋里参观 屋里面很狭窄 但光线很充足 也很卫生整洁 这位女修行者告诉吉姆 她来自尼木县 今年已经七十岁 来这里修行四年多 这也不禁令吉姆感到好奇 她一起修行的奶奶到底有多少岁了 最终 吉姆到达了山顶 在高处俯瞰着整个青土修行地 她感受到一种宁静和庄严 内心涌动着对这片土地和修行者们的敬意